好 主播帶你來關心 金華城弊案的最新進展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以及副市長彭震生 兩個人在9月1號8點召開積壓庭之後 其實在隔天凌晨就被裁定了 柯文哲是被裁定吳寶請回 那麼彭震生則是被積壓禁見 那對此無論是檢察官或者是彭震生的委任律師 其實對於這樣的結果都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此呢 在昨天下午傍晚或者5點的時候呢 都已經到了高等法院來遞交了抗書狀 那麼抗告狀亂預計在今天就會有最新的裁定結果出爐 那麼這個抗告之後呢可能會有三種結果 第一個就是這個高等法院發回跟裁 必須要重新的話來開這個家庭 那麼第二個的話則是會駁回這個抗告 那麼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做後續的家庭的處理 那第三個則是高等法院他可能會自圍裁定 也就是說當場就裁定說這個柯文哲 他必須要再來約談再來釐清案情 那對此呢 雖然今天就會有最新的裁定結果出來 但是時間還沒有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將持續為您掌握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先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旁內主播